2014年4月16日,韩国发生了一件重大沉船事故 十月号客伦在泉罗南道真岛军附近水域沉没 导致295人遇难,9人下落不明 其中多数遇难久为在校中学生 关于十月号沉没的推测有很多 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能打捞上来自然会有些证据来证明 但对于如何打捞这个问题 一向以造船而闻名的韩国却无能为力 最后还得靠中国的海上救出神器 那么问题来了,十月号的打捞具体有多难呢 中国也是如何打捞的 先来了解一下十月号这艘船 它总长145米,宽度约22米,高14米 空载排水量6800多吨 啥是排水量?排水量就是船舶排开水的重量 也就是船所收入的浮力 而这个浮力就等于船舶的总重量 如果再加上游客和货物什么的 十月号总重量约达1万吨 这么大的轮船轻浮了,那应该怎么打捞呢 首先来看看它所处的环境 那你的海底水深达到了45米 打捞难度极大 更别说总长145米的沉船了 这种打捞作业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以当时韩国的打捞能力来说 只能表示太难了 但是随着当地民怨不断的沸腾起来 始终拖着不打捞也不是办法呀 于是只好把打捞任务向全球公开招标 说有能力谁来吧 我来出钱就行 最后在参与竞标的众多世界顶级打捞公司中 中国上海打捞局脱颖而出 为了想我们能打败这么多对手 关键还是靠着丰富的经验和出众的技术装备 毕竟我们曾经打捞过比10月号还重的船嘛 于是在2015年8月 韩国政府就与上海打捞局最初签订的合同金额为51元人民币 合同签订了,咱就开始干活吧 但是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现场勘测 发现10月号的打捞作业难度非常大 首先按照韩方要求 为了保护死者遗害 船只必须保持左倾走度的沉默状态 并且不能对船体结构经营破坏 也就是它倾倒是什么样子 打捞上来也是什么样子 其次,依照韩国人给出了信息 海底层应该是容易挖掘的淤泥 然而经过我们挖掘之后 才发现实际包裹沉船的 是厚厚的硬质沿层 最后10月号的实际重量 也比韩方给出的数据要更大 其重心也不准确 这就让10月号一道半潜船 以及台道理想的靠岸高度难上加难 得,一句话就是韩国人给的数据不准确 韩国这点荒唐事 到头来还得我们收拾烂摊子 于是为了勘探沉船的水下实际情况 我们首先采用多拨数水下扫描定位 来确定沉船的位置信息 街角动用了水下角控无人潜航器 以及一百多位潜水员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底 对10月号经营前期调查 并且潜水员们为了保证项目不间断 分成三班人由下水增加 带来了很多宝贵的一手数据 具体的数据有了 但在正式打捞之前 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比如要在船体上转眼 回收残油 以防止包扎和污染 要安装闲窗防护网 防止遗物流失 船尾区要进行抽杀作业 船里就为安装防护网等等 在准备工作完成后 就开始在封闭船体通风口转眼 向船舱内充气 借助内置浮器栏和橡胶浮筒 K是船的浮力大于船的自重 为后续打捞减轻不少重量 接下来就在船手两侧 安装寄留锁 部署提升锁 这样刚才拉起来也没那么费力 然后使用大力号浮吊船 将船手抬升五度 部署起吊梁起吊锁 将起吊锁连接到起吊框架 然后将起吊框架连接至浮吊船 接着浮吊船便开始起吊事业号 并把它转移到安全区域 再拖进半迁船 通过船务派水作业 将船里打捞出水 再使用半迁船 运输到沐浦港 最后再使用浮吊船 将湿越号得装到岸上 这种方法也就做 海底脱底钢梁整体起伏技术 先描述就知道 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可不低 在大捞过程中 上海大捞局共图作业船国 3000余艘次 施工作业人员2170人次 水下作业总时间 仅1.4万个小时 并且连续分加590天 可以说供应时间之长 任务之艰巨 都创造了世界之最 而结果也是非常完美的 终于让10月号 在承冒近三年之后 重见天日 但后来 上海大捞局 判断了下实际支出费用 仅高达16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我们亏了11亿 打捞亏了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前期考察的时候 发现韩国人提供的资料 不符合实际情况 到了整个计划延弃 和重新设计 讲真 韩国政府任由数百条冤魂 沉睡海底经三年 什么也不做 反倒是中国人亏本 都要帮他们打捞上来 而且还是按照当时的状态 整体打捞 怎么看 我们都是做了一件大闪事 而这次打捞 这么大 这么重的市约号 靠的不仅仅是汗水 更多的还是中国智慧 跟精英求技能工作态度 这足以证明 中国造成越来越长大实力 什么是工匠精神 这就是了